1958年,绝不做资产阶级后代的郭宝昌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然而,资产阶级的帽子却偏爱郭宝昌 1964年,郭宝昌带着反动学生的罪名被关进监狱 四年的牢狱生活之后,他又被下放到干校劳动 在他看来,所有的不幸都来自于他那个倒霉的出身 我既然是卖到这个家里来,我可能就是出身很贫困 我假如也是贫下中毒出身,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做监狱 当时满脑子都是这种突击思想 所以你看我在追问我的母亲 但是我的母亲也说了,也说了实话,说的是实话 此时郭宝昌终于知道自己的确不是姑妈的亲侄子 也的确出自贫囊 这效应我当然很幸福 所以当时我并无意去找我的什么母亲 我当时主要是想赶快能够出监狱 那么我就找到管理人员,我就跟他说了这件事 管理人员一点儿不买账 所以你从小就是博业阶级给你卫大的 你连骨头在写都是博业阶级 你还什么出身呢 你就是自贫阶级狗仔子 你还出身,你化成灰烈的自贫阶级 老老师给我改造 重新做回无产阶级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这让郭宝昌多少有些失望 这一年郭宝昌开始写大宅门的第二稿 名字依然叫浪淘纱 就在郭宝昌再一次沉迷于他那部揭露资产阶级罪恶的小说时 他突然听到一个令他感到惶恐的消息 我就知道坏了 批斗的前奏必是抄家 那会儿没什么家可抄了 因为都是集体宿舍 一宿舍睡十个人 我睡了一个床 但是那会儿叫抄床 先要把你的床给你抄一遍 看你有没有什么反动的东西 我知道坏了 我赶紧把武器这个东西扔在炉子里 1970年 郭宝昌被当作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再一次站到了批斗台上 令他有些啼笑皆非的是 尽管他已经烧掉了自己的第二稿大宅门 但当初写下的第一稿 依然是他的罪状之一 算一条罪行为反动资本家树碑立传 我当时还辩解 我说我没有树碑立传 我说我来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 我说你什么揭露反动本质 你就是给他们树碑立传 我说这没有人活的路了 我怎么是揭露他 后来郭宝昌才知道 浪淘沙被定性为树碑立传的原因是 姑妈这一人物形象不该被设计成好人 更不该被写成受迫害的对象 郭宝昌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姑妈早已被赶出大宅门 1973年当郭宝昌结束了干校的生活回到北京后 大宅门里的人都已被驱逐 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姑妈 他说我错得那么惨 而且我觉得自己那么愚蠢 我怎么会上这样的当 所以当时我的信仰几乎全部推翻 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 就是没有信仰 寻找信仰 真是很痛苦 我觉得一下子自己的根基没有了 全塌掉了 要是回想好多自己所做错的事情 自己心里是很清楚 他说对我母亲 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 那么对不起他 所以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到干校就找我 说你妈妈你快回去看看你妈妈吧 他眼睛快哭下了 他想你 郭宝昌两岁被卖到国家 自幼跟随姑妈生活 16岁时过季未遂 在大宅门生活的岁月里 姑妈一直是他对这位长辈的称呼 在他的姑妈去世后 郭宝昌开始称他为妈妈 叫你胡说 你自己 这层口不那么少 那屈 我再也不觉得他可恨 我再也不觉得他什么薄薛人 非常非常无耻 但是 这种东西基本上没有了 姊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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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子女 我对他们同样充满了同情 我觉得这个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 那坏主意可都是李出的 要砍也是先砍你 你好 靠了那些信 不知道给烧了 还留着 卡兰你也不多 那么我在描写所有这些个 二代三代的时候 同样充满了一种 悲悲怯怯的同情 那么对于他们争夺财产 这一块 我几乎是 带着很强烈的这种同情 去写的 那么这种认识是跟我当时挥脉的心境分开 那么我觉得人生就那么回事 那么人生如梦 我所有所有所有的这些人 人物我都非常同情了 非常同情 郭宝昌所说的这一版《大宅门》 写于1973年 这一年的他43岁 大宅门里的人早已被驱逐出来 他的姑妈也已去世一年 从干校回到北京的郭宝昌再无亲人 那个无产阶级的绅士之谜 使他终于走上了寻亲之路 事实上 早在一年前 1972年 一封在干校联部放了一个多月 却始终没有人领取的信 便引起了郭宝昌的注意 这一封信一个月都没人要 有没有 没有我就退回去了 说大家传看一下 完了就 所有的人 一人手里就看一遍看一遍 传到我手里 我也看一遍 完了我再看 背面 有一句话 说此人如不在干校 请把信转回莲花巷 莲花巷就是我三姨的读书 早在1966年 郭宝昌劳改的第二个春节 他就从姑妈口中 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当时姑妈还告诉了他 他的亲三姨还活着 而且他也还认识 就是邻居高大妈 于是当他在干校看到这封 写着三姨地址的信 便认定这封信 是寄给他的 我说这心肯定是我的 我说两万千付我三姨 我说我拆了 排长说你拆就要负责任 私拆别人信件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说我负责 我说大家伙都在那了 我就拆了 拆了一看 是我哥 哎呀我当时练的就下来了 我说我负责任的 我自己拆了